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这些都是你倒的鬼 葬在这里便宜着准才了 从此之后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你以为是你在追上我吗 可惜啊可惜 江东之虎 这儿就是你的死地 难道我就死在这种地里 爹 不吃 即便如此 也得留个好榜样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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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军谋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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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瑜 主公 您知道什么叫做有勇无谋吗 而且 他是有能力收服人心振奋士气的 应该利用这些优势 让天下知道江东有苏慕在此 而现在就是唯一的时机了 后生小辈的口气可真不小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我再请大家来各赎己见 你 你说的有点过火了吧 我觉得周瑜刚刚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道理是有的 但是 他的热情盖过了道理 有点才气的年轻人总是这样 所以 必须得勒一勒僵绳了 原来如此 看样子 目前还是需要我们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战斗 什么叫做战斗 嗯 嗯 抱歉周瑜 我本来不该在这种地方停住脚步的 这种方法 尊策 人权势弱可不是你的作法 兄长 兄长 周某 孙无的将来就交给你了 周长 这不行 我怎么能 啊 爹和我 你都不用抱歉 周某 你要按照你的想法 认准自己的道路 往前走 再回来 好想看一看 未来的死无啊 孙策 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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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火船 曹操 曹操 高副代表孙家三代 还向你转大问候啦 哈哈哈哈哈哈 王丐将军已经打开了道路 孙武的众将士们奋勇向前 今天就是 剿灭曹操机 吃 以前 今天 我们总是赢得逃窜 这次不一样了 等着吧 曹操 我们来许你的手机了 什么 这个诸葛村妇竟敢玩弄奸计 趁机夺我荆州 冷静点 周瑜 小心伤势反复 我身上的这点伤 跟孙无措施的时机相比 简直什么都算不上 周瑜 好了 现在得想好你的身体 忠告 请您原谅 敦苏 抱歉 陆才走了一半 就换一切托付给你了 苍天啊 再容我一次 被孙无的天下 出谋划策吧 走 周瑜大人 周瑜 周瑜 可恶 最后还是乌鱼快走了 最后还是乌鱼快走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草草 主公 他应该 是想留着我们 从中奴隶 奴隶 有什么力 据我推想 是荆州的官员 这一点上 孙无与曹魏的利益 是一致的 看来孙无也有能臣 没错 正如他所说 你我联手 消灭荆州的官员 只要定下约定 老夫便会 放你一条生路 三分天下的图景 必须养养化了吧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草草 在消灭关羽之前 我们就暂且携手 结盟并进 进步 尊无炙有风拳 明不去出来 这手机 你们拿去吧 关羽 你想不想 在我回家作战 您有君神之欲 在我所有正是德己所在 主公 恕我无理 关羽之所以为关羽 并不再去永无过人 是在于他忠肝义胆 义气深重 对刘备忠心不二一搏于天 这才是关羽 正是 我一身命的 皆在义兄刘弦德的大志之中 我明白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从曹操麾下离开的吧 我要向你道歇 能死在知己的手中 死守无憾 知己知彼 乃并法治根本 如此而已 用手吧 你可怕他 你可怕他 在乱兵 是 你可怕他 在乱兵 乱兵 忍不住 在乱兵 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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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怪你 怪于我孙无剑下 过了 时机也到 主人大人 知道了 有些 马上就去 进行燃烧吧 孙无较量未来 烟火闻 起火了 什么 请少林后撤 来不及的 只因延伸太远 晚了 天哪 我都做了什么 我被人来而已 只不私分 这难道就是报应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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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财陆薄言 奉我主之命 特地前来迎接先生 您就是 一零一战的计策 真是了不起 哪里 我还只是一个 正在学习的小辈呢 贵处真是守卫森严啊 为了我一个人 居然派出这么多的士兵 就眼下而言 贵国恨我们 恐怕更胜曹魏 这次会谈 处于此背景之下 所以 我认为警戒是理所应当的 确实 在与孙吴的战斗中 我们失去了刘备大人 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 这份悲痛和懊悔 是不可忘怀的 但是 即便如此 有些事情还是要谈 是孙吴 与蜀汉重新结盟的事 是的 我们蜀汉 与孙吴对立 是毫无意义的 我提出天下三分 周瑜大人 生前提出天下二分 这两者 全都是以打倒曹魏为目的 现在 正是我们重返初衷的时候了 吴蜀连神 消灭大国曹魏 那么在那之后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坐在此处 而是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了 那好吧 我会在主公面前 向他陈说五蜀联盟的义处 为了终结乱世 让我们再一次 联手作战党 徐胜将军 诸事已经齐备 好 总算是赶上了 徐胜 我可真开眼了 没想到 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啊 要吸引注意 掩其耳目 必须要大才有用处 那边还飘着 无人乘坐的船呢 空船足矣 只要不靠近就行了 魏帝曹批率大军南进 想要把我们击垮冲散 但是 东湖之地绝不会被淹没 哪怕来者是激流洪水 也要把它推回去 这东西做得还真像啊 要我看就和真的城墙一样 确实是这样啊 这样的话谁也不会想到 船里面居然是空 不 这不是假城 我的 不 我们的决心和意志 都已经注入在这个城中了 陛下 臣万分报警 只差一步 只差最后的一步了 最终还是功亏一步 如果能赢下这场战斗 孙武的天下就指日可待了 卢勋 在你心里 孙武是什么 这个 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度 那好 在你心里 天下是什么 这个 也许说不定啊 是我们都太心急了 华北 中原 西凉 巴蜀 天下包含的地域 何其广阔 可是有那么多地方 我们都完全不知影息 但是 如果说到江东 我们却知根知底 那是我们的国 我们的孙武国 如果 能打下河匪 国土自然会会辣 但是如果 跟这个比起来 我还是更看中这场战斗 被缓解孙武的危机 陛下 吴帝 孙武的皇帝 我这地号起得还真恰当 回去吧 回我们的国度 是 尖